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猫咪去抓蝙蝠的一个事情 然后是发生在我自己家里面的事情 然后就刚刚发生的 然后有一只 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是有猫的对吧 然后就是 就是我们家是有猫咪的 这是我们家的猫咪 就是那只花色的猫咪 然后这是我们家的猫咪 然后今天飞来了一只蝙蝠 就是从外面飞来一只 大家应该也有就是见过吧 就是类似于一只 就是小老鼠 就是样子的 然后对 然后一般就是在 就是西方的那个神话传说里面 它是能够吸人血的 就是能够吸人血的 它就是一只 我画的不是特别好 反正就是就是类似于就是这样的 就是蝙蝠嘛 然后它就飞到我们家 飞到我们家 后来我的猫看到之后 然后就一直追着这个蝙蝠 就一直追着这个蝙蝠 然后最后它把这只蝙蝠 因为我们家是有一个 这个门是推拉的门 就是这个推往这边推的一个门 然后这只蝙蝠 然后就被 然后它就被 它就一下子就是钻到了这个门的一个推拉门的门缝 就是门缝的底下的这个地方 它就钻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猫继续去捉它 就是尝试把它捉出来 把这只蝙蝠捉出来 然后后来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然后我就去推这个门 就是我从用这个方面去推这个门 然后推的时候 然后不小心把这只蝙蝠给压 把它的翅膀给压掉了 所以它就没有了翅膀 没有了翅膀 它没有了翅膀 然后没有了翅膀之后 我发现它特别 它长得像什么 它长得特别像一只老鼠 就是没有了翅膀 它没有了翅膀之后 没有了翅膀之后 然后又长得特别像一只老鼠 然后我就在想 就是因为它长得像一只老鼠 所以猫会去捉它 是一只会飞的老鼠 好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故事分享 谢谢 昨天才叫满身 就是执行结案 但是那就是 是肌带队 水 另 pre 订队 地